我今天就来想问一下我弟 为什么抢我的女朋友 我觉得我没有抢他女朋友 因为是这样的 我哥当时特别忙的时候 他就让我陪他 但是你知道 人嘛 不是机器 会有感情 在长时间的接触当中 我发现我慢慢慢慢的 也就是对他产生了好感 哥哥 他老顾着工作 既然他是你女朋友 那你就应该 腾出时间来陪他 我怎么没有陪他了 你怎么陪他了 我都是打电话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工作比较忙嘛 我说我兄弟 你也可以打电话 就是那个帮我劝劝 就是说我不在的时候 你替我照看一下 对对对 是个意思吧 对对对 你不知道这是打击啊 我这个人比较笨 他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我是在我弟的手机里面 那时候发现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 事业我会争取 你我也不会放弃 那这什么意思 他说我女朋友了 你去争取什么呀 我哥他如果说 他不珍惜他的话 那我那我就就就就会上 这叫兄弟吗 因为你不珍惜他 你你这种珍惜 我怎么不珍惜他了 我无非就是为了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好一点 我在外面忙死忙活的 每天工作忙 连连的忙了 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那我付出我 我得到了什么 就得到你强务的女朋友 是不是 行吧 何方的一个仙女啊 让兄弟都要反目了 来我们掌声 掌声有请 小刘来 有请 我更喜欢你的务实 但是我最难受 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 你却不在 我给你打电话 一遍一遍的打 你都不接 好不容易接了 唐宋我几句就挂掉了 你说等会给我打 我这一等就没有必须了 我弟几句甜言蜜语 你就跟他 他不只是甜言蜜语 一个女孩子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安全感 对对对 他除了不甜言蜜语 他还干嘛 他会在我不高兴的时候 打电话哄我开心 那不就是甜言蜜语吗 给我唱歌 一直唱到我睡着为止 我也说不清 我心里到底更喜欢谁 我喜欢弟弟的浪漫 喜欢他的活泼 然后哥哥就是 他会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 这件事的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双毛胎 你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 做到二次分离 第一次分离 是你们脱离娘胎 第二次分离 就是情感和个性方面的分离 你们俩的性格真是互补 哥哥现实 弟弟浪漫 结果哥哥现实 因为现实没有时间 就用了浪漫的弟弟去弥补 这样导致了我们这可怜的女孩 一会儿喜欢现实 一会儿喜欢浪漫 我想跟哥哥说 不管怎么样 不要去指责你的弟弟 你要多去理解他 哪怕他最后喜欢上了这个 你的女朋友 也是在你请他来 用他原来的浪漫 以他自己的身份 来陪着你的女朋友 才让你的女朋友发现说 哦 原来有这样一个更可爱的男孩子在身边 这是经过你的同意的 你要承担这一部分 不能全部的怪你的弟弟 好不好 然后另外我想跟弟弟说 你为什么要指责你哥哥说 你为什么不浪漫 你应该浪漫 你哥哥要浪漫 那你怎么办 你头上那颗伞是谁为你撑的 是哥哥为你撑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之间 真的不要互相指责 谢谢大家